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利用今天这个时间 准备给大家做一个 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这个 本尊灌顶 顺便带着大家修一下这个 本尊仪轨 本尊法 那么在之前 一个时间段要给大家做一个开始 把一些修佛法 特别是金刚圣佛法 很重要的一些内容 要告诉大家 让大家真实地能够修成本尊 那么今天 无论藏地 汉地 海外 很多人在修本尊法 但是不怎么见效 真正修成本尊的 少之又少 自己本尊法之前之一 那么什么原因 修不成本尊 包括我们这个道场 我们也传了很多本尊法 这个从开始传 到现在至少传了十个本尊法 那么 你们修学者 有几个真正修成本尊的 就是自己在任何的时间 自己都是本尊 不是自己 然后看面前所有的众生 都是本尊 然后自己所生活的环境 家庭 这个办公室 商场 这个我们的社区 你是否都能够不加思索的 这个把它变成 本尊的净法 谈成 极乐世界 所以是 这个呢 就是 要真正修成本尊的 是不加思索 当下 既是在本尊的谈成中 当下 所有众生 既是本尊 所以是 要修成这样的 本尊 这个成就法 那么有很多的基础 那么今天 这个我们借着 魏塞杰这个基础 要传 这个本师 释迦姆尼的本尊法 实际在所有的佛部中 这个释迦姆尼 佛的本尊法 是排在第一位的 是至关重要的 为什么呢 这个所有的佛 我们在释迦姆尼 为我们讲经说法之前 我们 并不知道 所以是 所有的佛 也可以说 都是从 释迦姆尼佛的心中 生起的 生出的 那么 所有的这个 法 也是从释迦姆尼佛 本师释迦姆尼佛的心中 生起的 那么我们今天 所有的佛教徒 所做的事业部的 所有的事业部的 这些行为 那么也是从 释迦姆尼佛的 这个本师 心中 生起的 所以是真正修成 释迦姆尼佛 本尊法的大众 实际上 你万法通达 为什么 你已经和本师释迦姆尼佛 心心相应 你既是释迦姆尼 释迦姆尼既是你 那 所有的法 大藏经 所有目前 在全世界各地流布的佛法 都从你心中生起的 那 你自然 了 了知 如来真是意 你自然 通达 释迦姆尼佛 所有的教法 所以是 这个 大家要重视 为什么要求 释迦姆尼佛 本尊法的灌顶 为什么要修 释迦姆尼佛 本尊法 意义十分巨大 你修 阿弥陀佛 本尊法 钥匙佛 本尊法 准提 佛母 本尊法 这一切 所有的 本尊法 都是从 本师 释迦姆尼佛的 自心中 流出的 自心中 生出的 生起的 所以 你既然是 释迦姆尼佛了 你是不是 就一切通达了 一切自如自在呢 所以是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修学 释迦姆尼 这个本尊法的修法 是我们 每一个佛教徒 你想 寄身成佛 寄身成就的 佛教徒的 首要 修法 十分重要 所以是 那么我们借着 这样一个殊胜的 这样的一个 时空点 把我们这个 藏传佛秘中 极大 重要的 核心 基础的东西 今天 在开示 这个 时间段 给大家 讲清楚 讲明白 讲透彻 这样大家 才好 真正的 起修 今天讲 三个大主题 第一个 就是 什么是 菩提心 我们修学 显密 无论是显教 还是密教的 真正的 释迦姆尼的徒弟 我不是那些 搞迷信的 我说的 这个徒弟 不是那些 搞迷信的 只是 求求拜拜的 这些 佛教徒 而是你们这些 真正的 要跟释迦姆尼佛学 做释迦姆尼 本师的徒弟 师父会的 你都要会 是这样的一群人 你无论 从显教入手 还是密教入手 菩提心 都是 第一个 要重视的 那么 第二个课题 给大家讲一个 就是 怎么求识 既然 你想寄身成佛 你想着你是佛 就成佛了吗 你想着有千百万 你就有千百万了吗 那是假的 一假一切假 那么 怎样才能 像释迦姆尼佛一样 苦修 释迦姆尼佛 也经过六年的苦修 怎么样在菩提树下 这个开悟 都明行而开悟 这一切的 一切的 都要有技术方法的 不是像现在一些 嘴皮子道的人 一些教授们 一些歪嘴和尚们 所说的 那么容易 我想是 我是佛 我念句佛号 我就能成佛 不是这个道理 它有甚深的秘密在里面 释迦姆尼 之所以能成佛 除了它 再来的身 是一生补处佛 这样的灵根具足 上上根具之外 他来到人世间 也使用了大量的技术方法 苦修 苦证 是真正的 去修和炼了 他才成佛了 那么他在修炼过程中 那个时候 还没有佛陀 所以这叫外道六师 虽然是外道六师 释迦姆尼 在经典中 在他的一生中 他大家赞叹 他的师父们 尊师重道 虽然不究竟 但是是成佛之路 所以你照样要苦修 苦行 苦练 然后要得到 这样的一些 技术方法 你才能究竟圆满 此生成佛 如果没有这些技术方法 你是空想成佛 就是个假佛 那么就是要去寻找一个 日月明的明师 在明师的指教下 引导下 帮助下 去深入释迦姆尼的本心 心中心 去和释迦姆尼佛 应心 而尽快地开悟 尽快地成佛 所以这有个求师 求师的方法 要教给大家 就是你要去辨别 怎么样 是一个明师 日月明的明师 你找到明师以后 你要怎样修学 第三个话题 我们既然是要做灌顶 就把灌顶讲清楚 为什么要灌顶 四级灌顶是怎么回事 灌顶后 你要有什么样的觉寿 才算真正的灌顶成功 真正的和上师相应的 和法界相应的 所以我们今天 利用开示这个实验 把这三个话题讲清楚 修法是很简单的事情 当然已经修了很多次的 这个本尊法了 都是那些套 并不难 但是你前面这三个要素不掌握 你后面修 很难真正见验 实验很难做成功 今天我们在开示这个部分 占用大家的时间比较多 大家要用心聆听 不要不当成一回事 特别今天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大部分都是网上学习 所以大家要静心安体 不要又吃东西 又在上课 不要边看边玩手机 边看边做工 你这个时间 修法的时间 听闻上师讲经说法的时间 是很宝贵的 要给自己生命留一点 真正的空间和时间 所以杜绝先闹 杜绝心不在焉 杜绝三先二意 就像大家到课堂来听课一样 不能吃东西 不能喝东西 要练止观 安心与自己的心中心 用心听 然后不必要用眼看 可以闭着眼睛 用心听 把师父讲的东西 听到心里面去入心 才能变成真正自己的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